好的 可以看到週五過後原本應該是飯店 開始人最多準備要Check-in入住的時候 不過在這個墾丁大街上的這個五星級飯店 卻是看起來相對冷清一點 原來是受到颱風的影響 因此有許多的客人也紛紛延期 來聽看看業者說法 這個七層的不是全部取消 大概七層中間有大概五層左右是延期 因為它行程都排好了 尤其團體 取消它還是有這樣的計畫 所以我們這次的取消 七層大概降有五層是延後的 有兩層的大概閃刻 它就 行程就改變了 好的 目前得知呢 其實墾丁 其實現在十一月份之後呢 原本就是淡季 沒想到呢 又遇到有颱風來攪局 也造成業者呢 有出現許多這個延期的人潮 還好呢 這些人潮大部分呢 在這個下個月或是往後的幾個週末呢 會再補回來 也減少他們的這個損失 不過呢 可以知道說 目前整個肯丁 由於受到這個颱風的影響呢 今天的一個住房率呢 其實都不是很好 因為呢 在這個颱風進來的情況之下 再加上今天原本就是禮拜五 變成有些人下班之後 就選擇不過來了 不過還好在明天禮拜六的時候 渴望天氣會比較趨於穩定 因此呢 禮拜六還有到禮拜天一個晚上 渴望讓業者呢 可以稍稍補血一下 以上是我們所找到的情況主播